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这样一个游戏 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心理课程的第16讲 这节课呢我们也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是我们 原本的这个最高得分的这样一个面板 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下一步方块面板的一个 内容的一些 讲解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下一步方块面板 这个呢是我们上节课里面 把它 提取来放到这节课里面讲的一个内容 这里面呢就包含三个内容 一个呢是下一步方块的一个生成 我们如何来生成这样一个下一步这样一个方块 第二个呢是控制方块的一个大小 因为我们的 那个面板区域它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方块也需要对应的做一些 缩放 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方块的一个定位 那么在我们这个缩放的时候 我们让它尽量的 放在 放在我们这个中央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设计到我们这个方块的一个缩放 这个呢就是我们 关于下一步方块里面要设计到的三个知识点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最高分里面的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要利用这个local storage 来存储我们的这个最高得分 好 我们还是来用代码来 演示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还是启动一下 当然我们得先把它跑起来 这个呢已经是我们上节课所实现的内容 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这个面板的话 已经 还剩下这个下一步方块和我们这个最高得分 这两个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来设置我们的这个下一步方块 那很明显 要使用它的话 我们肯定 要先把我们这个位置 给它 画出来 好给一个id next shape 那很明显 我们要实现下一步方块 那这边肯定会有一个next shape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个 去引入我们的这个 OK OK 那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 仿仗一下这个score 这样一个方式来 编写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边就把它改一下 我们把这几个 好 改了之后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这边 要 实现下一步方块 那我们应该 提供些什么东西呢 那肯定它没有这个私有的一个属性呢 当然 这个地方还是先写好 另外的话 它需要提供的一个渲染方法是有需要吗 也是需要一个渲染方法的 那这个渲染方法的话 其实是对外的一个 方法就不再是对类了 Render Render需要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shape进来 那这个shape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渲染 那这边的话 既然要渲染 那肯定我们每次要把我们这个canvas 给cleal一次 另外的话 还要调用我们的 这个 shape 做 我们要给它一个作用 这个context 所以呢我们拿到这个 canvas的一个 context 好 拿到之后 就可以渲染了 那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去加入的话 也是需要在这里来 写的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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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shape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就已经搭建好了 那这个Render的话是需要人为的去触发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哪里来触发它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board 我们这个方块是在这个board的时候建立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触发 好 很明显我们需要在elite的时候来触发一下它这个方块 那这个方块的话其实上是要显示的去声明我们这个下一步的一个方块 所以呢我们要去编写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build next stir shape 用它呢来构建我们的这样一个下一步的一个方块 那既然这样以这个方法已经有了那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就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来调一下build 那这边的那边的那边的话如果要构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方块 应该怎么来实现那很明显肯定就是 next to shape 要等于一个什么呢 一个新的一个shape 然后呢我们要来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我们要来做什么事情 把我们到我们的gameinstance然后呢找到它的这个 next shape这样一个面板 然后再来runder我们的 next shape 好那这种方式的话就大概看起来是我们的一个结构 我们来运行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些地方它都不动了 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我们这个runder找不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找不到 好因为我们这个 next shape是空的 那为什么是空的呢 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顺序 实际上我们这个 next shape是在下方 是在这个board的这个下方来进行生成的 那实际上我们又在这个里面在用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 加一次延迟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self点 这种方式来 使用 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吗 看一下 已经没问题了 但是注意我们这边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显示不全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什么呢 控制我们这个方块的一个大小 那既然要绘制方块的大小 我们需要关注哪个地方呢 我们的方块的一个绘制是在这个block这个里面 那它里面的一个大小是怎么定的呢 是通过这个size来固定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想控制它的一个大小 那我们肯定不能改圆的一个方块 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size 那如果这个size有值的话 那么就使用 否则 那我们就要用this点size 很明显我们这边所有的这个this就需要把它去掉 和size相关的this就要去掉 那这样子的话就实现了我们这个 大小的一个处理 既然这边可以克制大小了 那我们这个ship这样一个对象里面是不是也应该来这 设置大小 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没法去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size 增一个参数 注意了 这个地方做的话是123 其实这边有几个参数1234 就是说我们这个blocktype怎么做呢 需要给它固定一个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假设我们都不传 让它自己去选择一个 接下来我们再来传我们这个size这样一个参数 当我们这个ship 做出了这个size的之后 我们的这个nextship 这样一个里面是不是也就可以在做的时候 传递一个size 这个地方的话我选择的是20 当然如果让它计算的更准净确一点的话 可能并不仅仅是20 我们假设每次让它得多少呢 我们要在这个70和100之间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数字 这里呢我选择的是16 为什么呢 16乘4 刚好 约等于70 然后16乘6 刚好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100 那这两个刚好又是偶数 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16这样一个大小 好这个是它的一个大小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变化 看一下它就相对来说就变小了 在这种场景下的话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 好既然有了大小 那我们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还需要做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确定 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定位 那这边定位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sip里面去做一个定位的这样一个方法 定位的话就是我们给它叫什么呢 set position 好我们给它一个cores给它一个ros 第三个参数记得了一个los 这个的话是为了兼顾它在我们这个主面板上显示和在我们的这个小面板上显示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这里采用了三个参数的这种方式去封装 好那这个地方的x值要怎么来算呢 就需要取整 那怎么呢 要采用这个cores要拿到我们这个什么呢 它最大的一个cores 那这个最大的cores怎么来算 我们也需要一个方法 所以呢这边就需要一个get max cores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方法很简单 也就是说通过一个算法来拿到我们最大的这样一个cores 这个方法来拿到我们最大的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得到我们的这样一个maxcores 拿到之后出什么呢 来进行对半的一个分 然后就可以 注意看 我们这边的话还需要在这里加一个括号 让它和最后这个结果来进行曲整 那这个呢是x 那如果忽略y忽略肉的话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 那如果没有一个lose rows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来算我们的这个y值 那这个y又该怎么来算呢 方法比较类似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rows来减去什么呢 我们猜一下应该有一个类似点 get max rows 猜一下应该有这样一个方法 计算好了之后我们也来除以2 进行一个取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补全我们这个get max rows 整个方法 这个rows的话就比较简单 它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layout的一个lens 好 那这个set position已经做到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该在哪去来做呢 在我们构建一个next shape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再来设置我们的这样一个position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next shape.set position 然后这个set position应该取什么来取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取它这个小区域的最大的一个core和这个rows 所以说我们这定义成一个常量 当然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变量定义在什么呢 定义在这个面板里面 好这个next这样一个面板 它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max 有一个什么呢 rows 它是等于多少的呢 我们这边就直接固定写死 因为它刚好允许四行 那我们就假设它允许四个 然后它的这个core 就是我们刚刚计算的一个6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定义成6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这边用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来用呢 this next shape 注意了 这个大写和小写是有区分的 稍微要注意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用cores 这个地方用rows ok 那这样设置位置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效果 注意看 爆错了 什么地方呢 是这个cores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border.js 34号 这里 就是说我们这个lix shape 没有这两个属性 原因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cores 都是 哎 我们这边看起来是对的才行呢 好 我们这样子来跟根据去断个点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lix shape的还是空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看一下我们这个延时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build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需要做这个延时的 看一下build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似乎好像没有这样去 没有生效 那这个时候很好说我们大不了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的一个前方 因为它们可能有相对有一个依赖关系 我们就放到前面去 那这种场景下 看一下还有问题吗 哎 next shape还是空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引入吗 有 然后我们这个board 再看一下这个方法 它到底 哦 注意了 咳 刚刚那个地方问题没有出在我们这个 这边的一个定义上 没有出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把它还原 出在哪呢 出在我们这个this里面 没有这样一个对象 它其实是game andinstance里面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 这种方式去访问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现在的话我们这个下一步方款就生成出来了 我们让它快速下去 好 现在它其实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在哪呢 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在它消除的时候 重新去 运算 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sheep里面 我们这儿是不是就应该等于 我们把 刚刚用到的那个next shape 要 复制给它 然后呢 我们这个sheep 它本身要什么呢 要setting 我们的position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的course 然后rose 第三个呢 就要选 复 因为它要忽略歪轴 接下来 我们再来build next shape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效果 哎 又搞错了 等一下 看一下 这个next shape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属性 所以呢 我们这里也写错了 好 我们看下一步是不是它 看一下 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关于我们这个方块的 下一步方块的这样一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高得分辨版 如何来实现 最高得分的话 其实和我们之前的一个用法是比较雷同的 我们首先还是找到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canvas给画上去 叫什么呢 highscore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就新建一个highscore.js 当然index里面也不要去 也不要忘记去加这个 好处理好了之后 我们还是拿规矩 先把这个score这个里面的东西 copy到这里面来 然后 然后 改造我们的这样一个名称 当然 这边就应该是 highscore 当然它的最高的一个得分 就应该是 最高分 先默认设置为0 那很明显我们还是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是在做的时候 要把我们这个最高分给它画出去 当然我们需要在外部来做一个什么呢 检查我们这个score 检查这个得分 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 一个检查得分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判断了 如果这个得分是大于我们的这个highscore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 覆盖 然后呢 再来执行一个runder 那既然是highscore 我们不可能在 每一局里面就去这样去 初始化吧 所以呢我们需要 利用一些存储方式把它存起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需要利用什么呢 本地存储的一个功能把它存起来 当然首先是我们的set set score 那我们肯定就要把这个value给它存到哪去呢 存到我们window的这个local storage 当然这个本身有一定的一个兼容性问题 但是我们这儿不考虑它 好 有了get 有了set 那我们肯定也会有 对应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get score 那这个get里面的话也就更简单了 那我们就直接 return local storage.getItem 注意了 我们get不到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呢 返回一个0 而不是让它返回这样一个nar 之类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我们在进来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需要把当前的这个最高分 使用我们的get score 这种方式来获取到 另外的话 还需要可能需要对外 暴露一个最高分 当然这里的话暂时用不上 我们就不去处理了 当然我们要使用最高分也是必然的 在这个地方 好 这样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画出我们的最高分出来 看一下最高分已经是0了 说明有了 好 接着我们要在哪个地方来去添加我们这个最高分呢 肯定要找到我们这个board 改分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在哪个地方呢 应该是在我们这边 好看一下 这个地方当我们这个得分拿出来之后 拿到总分之后 我们就可以执行什么呢 gamingStance 然后通过high score来 check 我们的score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最高分的 最高分的话 当我们在这边发现最高分之后 我们要怎么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把它set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那个存储里面去 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得分色体一次 好 这呢我们也就简单测一下 要测试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这个 我们就直接计算就可以了 随便 好 看一下我们这个最高得分已经变成100了 当我们在刷新的时候 在此进来 哎 最高分依然存在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这节课呢 这几个内容我们就算是讲解完了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才能看到我们新闻 咱们下期见